哈喽大家好,我是叶 那很多朋友们都在问我 老公不吃中餐,那到底他吃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美国人他的习惯主食就是汉堡包啊,热狗啊之类的嘛 那我呢,基本上一个月呢 也有那么几次跟着他吃 比如说他想吃这个汉堡肉跟豆 那我呢,不喜欢吃豆 那我就自己借那个荷包蛋 汉堡肉跟荷包蛋 又比如说呢 像这个鼠龙做的hamburger gravy 我们两个老人家嘛,都吃的不多嘛 所以呢,简简单单的就这么一餐了 但是呢,大多数时间呢 都是他吃他的食餐 我吃我的中餐 比如今天呢 帮他包了一个云南火腿麻翅豆 而我自己呢 就用红枣金针黑木耳包了个鸡汤 就这么的各有各吃呢 就是我们的日常 老公呢,老是不喜欢上镜头 但是今天呢 他也勉强呢 配合一下 虽然生在美国 但是我们两老呢 都过着清淡、简单、朴素的生活 悄悄告诉朋友们 其实我心里呢 是挺怀念香港跟大陆的美食啦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 那今天先到此了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